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萨帽水安姐 花椒是厨房必备的调味品了 那么大家知道吗 抓一把花椒撒在床底下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今天就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大家都知道花椒是厨房必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了 但是你知道花椒在生活中有哪些用途吗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花椒的三大妙用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花椒的第一个妙用 首先我们将这个花椒撒在纸上 再用纸将花椒包裹好 包裹成一个小包 再用一个皮筋将它捆绑好 我们将捆绑好的花椒包直接放在大米里 花椒是有自己独特的香味 这种气味对于虫子来说是特别的讨厌 所以我们将这个花椒放在大米里 就可以防止大米生虫 虫子闻到这个味道会躲得远远的 第二我们将这个花椒直接撒在一个盘子上 或者一张纸上 把它放在床底下 花椒的独特气味它可以有强的去除异味 很多人都习惯将床底上放上一些杂物 比如床底下会放上鞋子 导致床底下会有一些异味 那么将花椒直接放在这个床底下 就可以消除床底的异味 还有很多家庭都会在这个床底下放一些杂物 衣服鞋子还有被褥等等 放置久了很容易招虫子 那么花椒是可以有效的驱除虫子 所以将花椒撒在床底下非常的好 第三我们将这个花椒倒在一个碗内 之后再倒上少许的白醋 之后再准备一个保鲜膜 用保鲜膜直接包裹这个碗上 包裹好的碗我们用牙签直接扎几个洞 最后将这个花椒白素水放在冰箱里 这样可以有效的消除冰箱的异味 因为花椒可以去除异味 白醋是可以杀菌 所以在冰箱放一碗它 就可以有效去除冰箱的异味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花椒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吧 那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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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